北南馬警方表示他們已經銷毀接近11噸毒品 星期五當局在北南馬首都北南馬城市交垃圾場一次過墳位 可卡恩、海洛英和戴麻等毒品 警方發現人表示這幾批被銷毀的毒品是在過去三個月內被收獲 當局表示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經在市場上接獲36噸毒品 此外在中美洲和墨西哥的官員都表示 儘管國際警方合作打擊 但全球的毒品販賣活動仍然不斷上升